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優 歡迎收看美女之狼 那我們接下來繼續讀 倫太郎和仙人他們是怎麼相遇的故事 射谷某個寺廟中 怪盜團 生之姊姊的根據地 好 我抓到倫太郎哥哥了 哇 我又被抓了 你跑得好快喔 哈哈 接下來是倫太郎哥哥當鬼 沒問題 那我就開始倒數囉 不快點逃走的話 你馬上就要被抓住囉 啊 快逃 快逃 今天孩子們也很有精神啊 原來如此 你們就是住在這座寺廟的孩子嘛 哇 嚇了我一跳 哦 叔叔 你是哪位 哎呀 抱歉 沒想到會讓你這麼吃驚 我叫小泉源次郎 是一位國會議員 國會議員 為什麼國會議員會來這種地方呢 咦 這麼說來 我好曾聽過小泉源次郎這個名字 因為今天我要在這裡接受採訪 如果打擾 十分抱歉 採訪 老師 原來你在這裡 秦姨 你來啦 我想在採訪前 和孩子們交流一下 這樣 不過採訪已經開始了 我們走吧 啊 我知道了 那麼 要先和你道別了 這位少年 期待可以再次相見 啊 剛才那個哥哥 是那位國會議員的秘書嘛 看上去應該是 不過真沒想到 這附近有電視台的人要進行採訪 究竟是什麼樣的採訪呢 好 我決定了 偷偷溜過去看看吧 你忘記你還在跟小孩子玩桌米草嗎 各位觀眾好 本次節目特別環節的主題是 現代日本的教育問題 我們邀請到了 經常在電視節目 和雜誌上出現 超受歡迎的人氣藝人 兼國會議員 小全 袁次郎老師 請大家跟隨袁次郎老師的腳步 來到社谷的某個寺廟 進行秘密探訪 一點都不一樣秘密 各位好 我是小全 今天請多關照 哇 老師的笑容真是魅力四射 主持人小姐 不要再稱呼我為老師了 身為議員 我資歷尚前 如今每天都在學習中 明白明白 謙虛也是您品德之一啊 原來如此 採訪是這樣的感覺啊 這次是有關 日本教育問題的採訪 感覺是個很複雜的主題呢 不過好奇怪啊 為什麼要到我們寺廟採訪呢 今天我們還邀請了 這個寺廟的住持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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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次見面 我是小全 今天請多多關照 歡迎小全先生的到來 據傳聞 這裡既是寺廟 也是一個孤兒院的 我們寺廟很久以前 就有這個傳統 會讓沒有親人的孩子們 就在這裡 養育他們 這樣啊 原來就足孤兒 有這麼古老的歷史 住持上電視啦 沒想到啊 平時對我兇巴巴的住持 今天會笑得如此慈祥 這就是所謂的 營業用的微笑 嘿嘿 感覺很有趣 先拍下來吧 之後給住持看看 對了 我記得小學老師 社會政治家 主要負責進行教育改革 對吧 是的 現在的日本 貧困化在不斷加劇 從中小學 從高中到大學 很多孩子因為沒有錢 不再去學校了 我看到了日本的現狀後 覺得不能放任不管 畢竟孩子的未來 也是日本的未來 為了日本能有更好的發展 我們應該把錢 投資在孩子的教育上 然而 如今日本政治局面 卻無法做到這一點 所以我才擔負起 教育改革的重任 我希望在孩子們的眼中 這國家的前途一片光明 為了這點 我會不斷進行正式活動 不愧是校圈老師啊 校圈老師 在參加選舉的時候 也一直在宣揚 要給孩子們 未來的光明 要給孩子們 光明的未來呢 作福您能實現 這個偉大的願望 謝謝 我會努力的 對了 有件事 我還沒有這次發表過 其實 我想建立學校 學校 是的 我希望建立一所 這樣的學校 在那裡 從小學到大學的課程 都可以進修 入學費用 也會比 國家公立學校 更加便宜 無法得到 充分教育的孩子們 也可以在這裡 好好學習 建設學校 多麼美好的想法 而且學費也很便宜 真的能做到嗎 嘿 正因為 誰都沒做過 才有做的意義啊 我會全力以赴 讓這個計劃成功的 我明白了 電視前的觀眾們 一定要期待今後的報導喔 哇 讓沒有錢的孩子 能好好接受教育的學校 如果真的能建成 寺廟裡的孩子們 也會非常開心吧 喂 你在幹什麼呢 哇 姐姐 我看輪太郎你鬼鬼祟祟的 就上來打招呼了 你究竟在看什麼呢 我 看的是 咦 這附近也有採訪 輪太郎 你在偷聽嗎 嘿嘿 算是吧 啊 輪太郎 你快看 那邊那位 不是最近很火的小群先生嗎 姐姐也認識他呀 當然認識啊 學校裡的朋友 都很喜歡他呢 這樣啊 原來他是名人 怪不得 我覺得在哪裡聽過他的名字 啊 採訪快要結束了 拍攝到此為止了 非常感謝您的配合 辛苦了 辛苦了 住持 今天打擾您 非常抱歉 沒關係 娜娜 顧候您的再次到來 我們寺院的孩子們也一樣 期待著能去小群先生 見你的學校上學 謝謝 我會努力回應大家的期待的 但是我不會濫用 我還是第一次親眼看到小群先生 他看上去很面善呢 是啊 笑容也很清爽 最重要的是 真的在為了孩子們努力呢 嗯 對了 凡太郎 馬上要到 打掃寺廟的時間囉 唉 都這個點了 晚上 還要完成 怪盜團的工作 只要和大家一起努力 很快就能結束了 所以 一起加油吧 呃 咦 那個人 怎麼在這種地方 而且 面對地藏王菩薩 雙手 何時祈禱 啊 這不是剛才 和小群先生在一起的那一位 輪太郎 怎麼了 啊 沒 沒什麼 我沒事 這樣啊 抱歉 姐姐 我去一下廁所 姐姐你先打掃吧 哦 我知道了 一會兒見囉 你好 你是 我看到小哥你 來到了地藏王菩薩 的確是在吊念一位侍者 诶 侍者 嗯 他是 啊 沒事的 感到難受的話 不必說出來 都怪我 被要問人家的悲傷事 是我的錯 抱歉啊 沒關係 啊 找到輪太郎哥哥了 不是跟我玩做迷藏嗎 害我躲了一個多小時 诶 本太郎哥哥 你在做什麼呢 哦 這個大哥哥是誰 呃 我是 哇 大哥哥長得好帥 難道是直士 直士是那種 照顧偉大之人的保姆吧 喂 不能對初次見面的人 說私語的話 沒關係 讓孩子們畅所欲言吧 小哥 正如你們所說的那樣 我是直士 看吧 果然是 我就說嘛 大哥哥你的衣服很整潔 長得也很帥 對了 直士的工作是什麼樣的呢 我的工作 其實 現在就在工作中哦 我要跟著我的主人一起工作 等到主人工作結束後 開車去下一個地方 還有安排每日行車什麼的 哇 總覺得好無聊哦 喂 那臭孩子 又說這麼失禮的話 啊 讓他讓哥哥生氣了 快逃 哎 正啊 這些孩子沒辦法呢 抱歉 讓你見笑了 沒關係 沒關係 因為我完全不在意 這裡的孩子 每一個都非常坦率 很可愛的 嘿嘿 嗯 只是覺得和小哥你說話 能感受到你微柔的本質 於是情不自禁的露出笑容了 嗯 用簡單的話來說 和小哥你聊天 有一種安心感 安心感 安心感 啊 你怎麼了 哎 居然哭了 傑天鼓琴 還蠻可愛的 這 這位小哥 你沒事吧 啊 十分抱歉 我剛才 不自覺的陷入了回憶 我沒事 請不要在意 難道說 剛才你提到的那位侍者 是小哥你 非常重要的人嗎 這個 疑忍跑到這裡來了 秦姨 啊 老師 抱歉 沒和你打招呼 就算是行動 採訪已經結束了嗎 啊 剛結束哦 我知道了 我馬上把車開過來 好的 謝謝你 不用謝 這是我的工作 牛太陽君 我有事先走了 再見 呃 好 好吧 二人都走了 那個人 叫天鼓琴依 居然真的是 國會議員的秘書啊 明明和我們差不多大的 他樣子 是個相當了不起的人啊 啊 對了 現在可不是 瞎想的時候 必須快點結束打賞 啊 要加快速度了 就在此時 那個 啊 是個發傳單的男孩 欸 他是哪位 呃 請問你是哪位 抱歉 抱歉 打擾你了 我在找我失蹤的哥哥 失蹤 請 最終我們就拉著他 一起找仙珠君啊 呃 聖太郎 這些人是值得信賴的人嗎 雖然我們和他們是同行 是對手 不過他們也在披命找你哥哥 你放心吧 他們絕對會幫你的 這樣啊 哼 雖然是怪盜團 但我們在現實生活中 也只是個普通的高中生而已 所以說完全不用警戒的 放心吧 咦 憲人 你怎麼了 呃 沒怎麼了 我想重新自我介紹一下 我的名字是立功憲人 是你們要找的 失蹤的目標 立功憲住的弟弟 啊 看上去的確和目標 長得一模一樣 是啊 是啊 因為他們是雙胞胎呢 居然是雙胞胎 好厲害 怪不得長得這麼想 他們是廢話 總之 情況如你們所知的那樣 我們也在尋找立功憲住 不過你可別搞錯了 我們沒有和那邊的 彩虹色頭髮的傢伙聯手 哎呀 我們的目標是一致的 這次就好好相處吧 哼 我才不信你的鬼話 你總是這樣 讓別人疏忽大意 然後趁機搶走戰利品吧 搶走 好過分的說法呀 哼 我可沒忘記上次委託的事 東西明明是我們先偷走的 而你卻中途搶走了 害我們一毛都沒拿到 哎呀 空君 你難道忘了嗎 我們可是怪盜哦 要時刻保持警惕 東西上交之前 都不能疏忽大意 而且 因為過去一點小事 就斤斤就斤斤計較 會變得不受女孩歡迎哦 嗯 倫太郎 等一下 這種話太失禮了吧 我不覺得失禮哦 我只是好心提醒光君罷了 你 好了好了 冷靜點光君 倫太郎也一樣 不要再說這種挑釁的話了 好的好的 哼 光和倫太郎還真的是八字不合呢 是啊 所以我也很討厭倫太郎 你這麼說 我會很傷心哦 好啦 我和你廢話啦 好好好 我們也不會輸的啦 哼 我倒是要看看 你這不游了有餘的樣子 要擺到什麼時候 告訴你好了 其實我們在這個房間裡 找到了一串符號 頭髮就是立功現住留在這裡 哦 原來是這樣啊 哼 這串暗號 我是不會告訴你們的了 好幼稚的光君哦 你們來得太遲了 真是遺憾 孫子姐弟 好啦 我們繼續解讀暗號吧 別理他們了 學生 把暗號紙拿出來 呃 我知道了 我記得暗號紙條在 咦 紙條不見了 欸 什麼 我明明有放在口袋裡的 不會吧 學生 是不是你掉在哪裡了 我 我覺得應該不可能啊 好奇怪 唉 怪怪是廢物城 啊 請問 你們說的紙條是指這個嗎 老是被搶走 怎麼那麼傻逼 我看看哦 4288141302 王羽公主 唉 不愧是暗號耶 只看字的話 看不出什麼東西呢 哦 那個 那個是 軟太郎 你是什麼時候 不是我幹的哦 是姐姐 謝謝姐姐 不愧是你 難道是美小小姐偷的 對不起 剛才大家都忙著聊天 我就找了個機會 翻了下雪城君的口袋 這 怎麼會這樣 雪城 請原諒我 雪城君 為了完成委託 我們也沒辦法了 真的很抱歉 雪城君 哈哈哈哈哈哈 靠北啊 好可愛 為什麼美小小姐的表情 這麼有破壞力呢 看著她的臉 我完全沒法生氣啊 雪城 你的臉又紅了 不能中她的美人技啊 雪城 啊 我知道了 我已經被你氣到無話可說了 廢武城 嗯 雪城君 我們可是怪盜 必須要時常保持警惕 嗯 嗯 快點把紙條還給我們 輪太郎 是是是 給 可惡 費得那麼大 竟然找到的線索 居然被這傢伙 哎呀 你也用不著這麼生氣呢 作為給我們看暗號的回憶裡 我也來和各位分享下 我們知道的情報吧 情報 啊 據說現住軍在失動的前幾天 平凡的前往射谷站 不知道在做什麼 射谷 這麼說來 她是在財務省實習的吧 財務省位於峽關 從射谷前往峽關 怎麼看都不是最近的路線啊 嗯 的確呢 她好像是在下班之後去射谷站的 原來如此 她的行動相當可疑 對吧 說不定啊 暗號中的428這個數字 應該就是指射谷站 畢竟讀音相同呢 那太陽說的或許是對的 是吧是吧 428就是代表射谷 這樣啊 感覺解釋得通 那麼 後面的8141302是什麼呢 這就不清楚了 總之去射谷站看看吧 也許能找到什麼線索 光我們快走吧 說得沒錯 應該去看看 看吧 我們的情報拍上用場了吧 哼 就算你們不說 這個暗號 我們也能解開 光君真是的 這麼不貪帥啊 於是到當天晚上 為什麼 啊怎麼了光君 肚子疼嗎 不快點吃的話 菜就涼囉 哼 話說這家店的菜 真的很好吃呢 這不是理所當然的嗎 也不看看是誰調查過的 哎 希望有人能誇誇我 畢竟我找到了這家 連廢物神都覺得好吃的店 等等 又懂 你怎麼又損我 哎 在這裡就不要吵架了 兩位 好的 確實 這裡的菜都很好吃 這麼說來 還沒問過現人呢 你喜歡什麼樣的菜 我的話 只要是超辣的東西都可以 超辣的東西 那你現在吃的義大利麵 應該沒那麼辣吧 我加了一整罐塔巴斯克辣椒醬 味道剛剛好 一整罐 好厲害 怎麼樣光哥 我找到這家店很不錯吧 所以他們是去找義式餐廳嗎 是很不錯 但是 但是什麼 這裡有什麼讓你不開心的吧 光哥 這麼說來光好像一口都沒吃耶 你不想吃的話 就把炸雞給我吧光君 夠了呢太郎 這餐廳裡要保持禮貌 可是炸雞剩下了 感覺很浪費耶 你說的有道理 但光君只是暫時不餓 一會就會吃的 不 我並不是不餓 我只是想知道 為什麼你們會和孫子姐弟 坐在一起開開心心的吃飯 大家不是為了商量明天去澀谷站的事 才來這裡吃飯的嗎 好 別忘了 我到最後也對這個計劃是反對態度 我也是 我覺得光哥說得非常對 你滾啦 你滾啦 光哥說右就右 商哥說左就左 你這個 屎屁孩 哎呀光君何必這麼拘謹呢 難得我們一起行動 趕快趁現在打好關係吧 是是啊光 永倫太郎和美香小姐幫我們一起找 成功率也會提升 謝謝你願意幫我們說話雪城君 呃不用謝 我只是做了令所能及的事 啊我倒是覺得廢物城立有目的 你在胡說什麼呀 我只是覺得想要得到這次的情報 和倫太郎他們一起行動比較好而已 侯爺你也這麼想對吧 是啊我也贊成雪城的意見 嗨吧 啊很多人都想和我們一起行動呢 所以光君你也適可兒子了 別再鬧變扭囉 哼我可不是在 看為什麼沒接話 現在哼哼哼是光君的口頭禪嗎 只是不想讓你們有機可乘 啊你的思想 真的和老頭子一樣頑固 你說什麼 不讓我關掉廣告欸看 你看要是一直和我吵架的話 嘿 喂坐手那是我的烏龍麵 咕嚕咕嚕嚕嚕嚕嚕 哇真好吃欸 你到底在幹什麼啊 憑什麼吃我的東西 讓我是去複合式餐廳 有烏龍麵又有義大利麵 不是我的錯喔 都怪光君自己不吃的 輪太郎你 嗯這個烏龍麵的鑑魚湯汁 真的好好吃啊 烤 啊我的炸蝦 巴雞巴雞巴雞 這炸蝦也不錯喔 外皮很鬆脆 對 真是好吃的炸蝦 可別怪我啊 誰讓你自己露出破綻的 我搶走了你也不能有怨言 不管是光哥啊 那我吃這個 啊我的炸薯條 巴雞巴雞 優斗君也要小心喔 別露出破綻了 你居然敢 想和我打架嗎優斗君 求之不得 一定要給他顏色瞧瞧 嘿嘿 事情變得有趣起來了 等一下 變這樣 現在不是做這種事的時候 是啊 貓 幽斗 冷靜點 閉嘴 唉光變成這個樣子 說什麼都沒辦法了 而且我本來就討厭輪太陽了 總是鬼鬼祟祟的 讓我卸來這樣的傢伙 絕不可能 唉呀 我可沒有鬼鬼祟祟喔 哼 看你的眼睛就知道 你肯定隱瞞了什麼 你們打算孩子氣得吵多久啊 光 輪太郎 我們現在不是在合作嗎 要是一直從事對方 還貪什麼合作啊 呃 姐姐 我們並不是在開玩笑啊 是啊 我們可是很認真的 都給我閉嘴 誰給你們膽子的 做錯事還找藉口 總之 都給我乖乖做好 彈技後的計劃 如果一直吵下去 會被其他怪盜團搶先的 這 這個 梅小小姐好強 瞬間把光和輪太郎罵得搖口無言了 唉呀 看來你們都冷靜下來了 我們趕快聊接下來該做的事吧 呃 好好的 好厲害 瞬間變臉了 唉 謝忍 你沒事吧 我 去一趟廁所 啊 謝忍 等等 那個人 從剛才開始就愁眉苦臉的 沒有意思笑容呢 謝忍 現在非常難過 我們的確不該在這個節骨眼上起內吼 這都是光君的錯吧 明明是你先挑釁的 好了好了 兩位都少說兩句吧 呃 我去看看謝忍怎麼樣吧 嗨 謝忍 啊 謝忍怎麼在鋼琴前 他打算幹什麼呢 謝忍 啊 雪橙 對不起 剛才我們太吵了 我知道謝忍現在因為獻祝劇的事情非常的 不用道歉 你們並沒有做錯什麼 我只是太擅心獻祝了 看樣子 獻祝真的對你來說很重要 喔 在我眼中 可他那個哥哥實在是不行耶 限住就像是太陽一樣 是嗎 太陽嗎 像太陽 我們的關係就像是地球和太陽 太陽或許不需要地球 但是對我來說 限住它 是絕對不能少的 這弟弟好奇怪喔 不愧是鋼琴家 用的比喻手法也這麼突特 接著 謝忍突然坐在鋼琴前的椅子上 開始彈琴 欸 謝忍 這是想要幹什麼呢 喔 全螢幕動畫 好 聽一下 緊接著 謝忍的手指在鋼琴上飛舞 美好的音色在琴鍵上按下的同時被傳出 這 這是什麼啊 感覺好厲害 謝忍的演奏一開始 剛剛還在吵鬧的店 瞬間變得鴉雀無聲了 店裡所有的人 都在認真傾聽謝忍的演奏 好好聽 這段音樂好治癒喔 我記得這首好像是 我剛剛相當 我剛剛才把男看成雞 相當雞彈的 好 我記得這首好像是相當難彈的 鐘 沒想到這位 能演奏得那麼完美 他到底是誰 大家都被獻能力演奏吸引了 這種說來 倫太郎好像說過 謝忍是天才鋼琴家 原來那不是恭維話 謝忍真的是個很厲害的人 喂喂 雪成君 倫太郎 謝忍君 彈得好好聽啊 呃 他現在非常認真的彈奏 是啊 這首曲子真美 原來天才鋼琴家不是浪得虛名 呃 讓人再不知不覺間露迷了 下個瞬間 仙人注意到了我們 停止演奏 欸 演奏怎麼停止了 對 對不起 我有情不自禁的開始演奏了 為什麼突然停了呢 欸 好 就成這樣 好的 那我們的實況就到這裡結束囉 感謝大家收看了仙人 對 仙人 天然捐彈剛才還不錯欸 我要把它放在我的最後面的音樂 哈哈 preparation 為什麼 這邊开始音樂 非常 Minnie tails 下去